我在群組裡面的記事本 在這大字文裡面 我有寫到一個交界 它的使用 它怎麼樣去產生這種 讓這個物件跟空間之間的距離 它不會是剪貼上去的感覺 所以好比我們上次講到這種冰山 這個紅色箭頭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是用明度來產生一個山跟馬路 直接模糊的感覺 可是它同時具有兩種顏色 它並沒有完全混合 你可以看得到藍看藍跟馬路的黃 其實是有點錯開的 第二個是中間空間 就是所謂中距離的 比如說樹跟天空 它兩個是絕對的重疊 這個重疊它的線條就會非常銳利 銳利就像剪貼一樣 剪貼就比較沒有對話性 我們就講過空間裡面剪貼 還有透視跟色溫 以充色溫裡面最有對話性 所以如果我們把色彩的濃度的飽和度增加 它其實還是有貼重疊的這種對話性 還是有空間存在 它並不會黏在一起 那不會黏在一起呢 還是產生了一個細微的空間 再加上這個語音的效果 因為它有白色的語音 常常會有一些對比 還是保留在那邊 所以我們會看到對比高的地方 會產生空間的差異 比如說跟語音之間 微微又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它耐看的地方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用中間距離的時候 我們用交界的觀念去處理 還可以把這種樹的邊界拿掉 它會更有對話性 再來是一個近距離的 這樣就是近距離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樹的影子 我相信看到的人都會覺得 它是蠻有光影的效果 那這個光影的效果 照理說是怎麼創造的 其實是跟我們實際上近距離看到光線 我們視覺看過去 跟地面上反射的光線 有某個角度是相同的 所以那個地方會有一條光 昨天 不是我們禮拜天還是禮拜六 我們有去淡水寫生 那時候有個海邊 海邊的水的波浪 因為它有圓弧 你看每個波浪都是有起伏 就像這種土 它不是水泥地的話 是個土的話 它就會有起伏 起伏的話就會有某些折射 它跟我們的視覺是同一個角度 因為順著視覺的角度 它就會有所謂的穿越現象 那我想16號我們會去同一個地點 我們就會在海邊 我們可以練習再去觀察這種大自然 原來要稍微中間空 就是中距離的空間 我們才觀察得到 那有了穿越呢 這些光影的尾巴 你會看到 它並不是一塊圓圓的 它是有一些模糊 有些清楚 有些模糊 因為穿越的關係 因為穿越是這樣穿越的 Z字形的 因為這個Z字形跟我們的角度 是一樣的 跟光的角度是一樣的 所以它會產生穿越的一個現象 它會覺得它怎麼樣 它非常傳神 因為光影的效果 好 我先錄一段這樣試試看 能不能解決 就是回答一大部分的問題 OK